10月14日至20日 行走中国2019海外华文媒体 美丽四川行活动 在四川举行 来自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德国等 12个国家和地区的 二十余名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一行 走进琼来 都江燕 南冲 德阳等地 多方位 多角度 领略天赋文化魅力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燕基地 是中国大熊猫救护与疾病防控的 专业科研机构 与生态保护教育机构 目前 该基地圈养大熊猫已超过40只 绿树环绕的园区内 大熊猫们有的在啃食竹子 有的慵懒地坐在地上 憨态可居的模样 俘获了所有人的心 台湾南华报董事长兼社长赖廉金告诉记者 这次能近距离地观看大熊猫 让他非常高兴 熊猫是四川也是成都的一张名片 在全球所有的这些世界各国的民众 对大熊猫特别喜欢 所以说熊猫是我们的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 今天能够到这里来看一看熊猫 非常非常高兴 我回到台湾也会将熊猫 大熊猫这样的一个经过 在台湾做一个报道 熊来是巴蜀四大古城之一 卓文君和司马向儒演绎的 中国经典爱情故事凤球皇就在这里诞生 熊来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第一站 在即穷酒文化体验 酿酒高粮种植 圆酒加工酿造 田园花海休闲于一体的中国大粮酒村 浓浓的酒香让所有人沉醉其中 制渠 粉碎粮食 蒸煮 半渠 发酵 每一滴穷江玉叶都凝结着酿酒人的心血 在南冲市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一行 参观了西锦著名史学家三国志作者陈寿 读书和智学之所 万卷楼 深入了解陈寿生平事迹 及其著作《三国志》等 在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万卷楼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一行详细了解陈寿的坎坷经历 及三国志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周边副社长朱兴俄表示 以前看过《三国演义》这部小说 但对《三国志》了解不多 此次参观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三国文化的理解 三国我们不光是在中国影响非常大 三国文化甚至影响到了世界各地 所以我想三国文化我们能够从古至今走过来将近2000年 那我想它仍然会发挥它的光辉 影响到更多的人 影响到更多的国家 在为期七天的行程中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一行 还参访了浪中古城 棉竹市年华村等地 每到一地 他们都仔细了解当地情况 优美的自然风光 独特的天赋文化 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少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表示 回去后将要通过媒体平台 加大对四川的报道 提升四川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